雅兹基姆跟我讲 什么叫做等观菩萨 这个菩萨 看所有天下众生 都是平等的 没有漂亮的 没有愁的 没有善的 没有恶的 他心完全平等 没有是你是人 他是虫 也是平等的 人跟虫是平等的 很简单的讲 你根本就是虫 你是眼形的虫 跟长形的虫 结合起来 慢慢长大才变成人 你的根本还是虫啊 所以你不可以小看天上飞的 不可以小看地上爬的 也不可以小看水里游的 就是生命 哪一个人不是重变的 就是等观菩萨 所以他对于地上爬的蚂蚁 也很爱惜 不管你天上飞的鸟 不管你天上飞的鸟 水里游的鱼 地上爬的石 对于生命 等观菩萨 全部平等看待 这是等观菩萨的伟大 这种菩萨叫做等观菩萨 他爱惜所有的生命 所以我不是说 我只爱惜 生活中的弟子 你不是生活中的弟子 就不爱惜 不可以 一样要爱惜 全部所有的生命都要爱惜 这是等观菩萨 第一名等观菩萨 一切的生命都要爱惜 一切的东西全部要爱惜 你不可以唾弃任何一个东西